现在事实证明 是方卫军误会了我 我们的饭碗保住了 你怎么还要让我解释 乔丽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不要赌气可以吗 我要你告诉我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方卫军为什么突然改口 你们两个人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我还不知道的 我要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我再强调一次 现在这一刻 我是你的上司 我必须知道公司上的所有细节 有意思 当时你让我给斯蒂夫 发邮件的时候 我也想要一个解释 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但是你说你是我的上司 是解决事情的 不是解释事情的 现在我也做到这一点了 算不算是有进步 你还对发邮件的事情耿耿于怀 我已经说过了 那是在当时的处境下 我们必须采取的一种方式 我没有耿耿于怀 我是受益匪浅 那件事 算是我职场生涯里面 上的第一堂课 所以现在就方卫军这件事 无论是怎样的细节 我都可以坦然地告诉你 告诉我的老板 我采取的方式 是在当时的处境下 必须采取的方式 巧莉 在职场里我不需要跟你解释 因为我是上司 你身为下属 你必须跟我解释清楚 我没有什么要解释的 方卫军这个人 从现在开始 不管是对赛斯还是你我 都不会再有任何影响 我保证 巧莉 你 你变了 你在精通这件事里陷得太深了 你把这个单子的成败 看得太重了 如果我没有成交的话 你会输得很惨的 是 所以我不能输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这件事情里边 我赔进去太多东西了 我第一个赔掉的就是对你 对你陆番的信任 二 我跟你不一样 你看到的是这个单子里面的利益 我和你不同的是 我还看到了一些人 一些活生生的人 就坐在刚才我们吃饭的食堂里面 这个工厂对他们来说 是每天衣食住行的保障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 卖给他们的东西 是可以随时让他们 被扫地出门的东西 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想象的 道德高度上面去可以吗 一个工厂的存亡 所有工人的去留 你以为是软件公司 可以决定的吗 是 CAM系统 是比AAM系统 利润空间大 我身为一个销售 我想卖的当然是比较有利润的东西 但是不管你想不相信 无论我们再怎么用力地推销AAM 他们到最后 还是会选择CAM的 记得上一任总裁程一群 离开赛斯的那个晚上 她问我 乔丽 你为什么想当一名销售 我告诉她我想卖东西 给需要他们的人 现在这个愿望 越来越遥远了 乔丽 乔丽 你知道吗 自从你来江州以后 有很多表情 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 我不是有特色的 那你知道吗 自从你当上我的老板以后 你做了很多事 都是我以前认识的 那个路番不会做的 你怎么会有什么